來 看一下那個範例6 好 看一下範例6 好 題目說呢 他說 3 加 i 乘以 z 加上 3 減 5i 會等於 1 減掉 2i z 減掉 3 加 4i 請問你 那個 z 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題目應該不難 為什麼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合併在一起就好了 你要這兩個合在一起 其他移過去 看懂嗎 所以 左邊這個先留著 3 加 i 乘以 z 留著 來 接下來你把這個 1 減掉 2i z 先移過來 所以變成 減掉 1 減掉 2i z 看懂嗎 然後等於多少呢 你把這個 -3 加 4i 先寫 然後把這個 3 減 5i 移過來對不對 變成 減 3 加 5i 這樣子 會來 然後接著看 大家合併吧 這兩個合併就兩個相減吧 隨便多少 3 減 1 就變成 2 然後 i 減掉 2i 就變成 加 2i 就變成 加 3i 等 z 然後等於 -3 減 3 就變成了 -6 4i 加 5i 就變成了 9i 所以其實不難對不對 所以 i 等多少 z 等多少 z 就等於 2 加 3i 分之 -6 加 5i 加 5i 講回來 啊 現在怎麼辦 就有理化分母嗎 看到 a 加 b 就成了什麼 a 減 b a 減 b 所以等於 a 平方加 b 平方 所以變成 4 加 9 分之 來把 2 乘進去吧 所以變成這樣 -12 加 18i -3 乘進去 就變成了 加 18i 加 27 好 注意這邊喔 這邊是加 27喔 雖然原本是 -3 乘進去 變成-27 對不對 可是因為 i 的 2 四方 你得多少 -1 所以變成加 27 好 所以整理一下 你多少變成了 13分之 -12 加 27 15 18i 加 18i 就變成了 36i 好 這個是你的答案 好 這個請寫一下吧